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你好 星期六 杨丽萍在评论区回复周深 被粉丝评论淹没 周深高情商唠出杨丽萍 你好 星期六迎来了周深和杨丽萍同台 节目组能够把这两位凑在一起 实在是太有策划头脑 周深是华语乐坛星秀 他具有鲜明特色的空灵嗓音 在娱乐圈经济四座 杨丽萍尽管已经63岁了 但依然风采依旧 他可谓是把一生的少华都奉献给了舞蹈事业 他的孔雀舞堪称一绝 两人的这次同台立足于环保 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 两人的气质都非常适合做这类公益生产 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一绝 这次同台合作实属难得 杨丽萍给周深评论 被粉丝评论淹没 周深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节目片段 主要是两人一起表演和光同春 这首曲目的节目视频 周深还特意爱特了杨丽萍老师 并感叹自己终于见到MV里面的真人了 没想到一向很少在网络上互动的杨丽萍老师 这次破天荒回复了周深发布的这条动态 内容如下 由于周深的热度实在是太高 他的这条动态很快吸引了数十万的转评赛 发布动态24小时之后 已经积累了观众评论41万 从数据来看 周深无疑是当下的顶流歌手 而很少在网络上互动的杨丽萍老师 他发布的评论也很快被网友们的热评 评论给淹没了 评论排序的机制是根据单条评论子深的热度 即某条评论下方的点赞和回复数量 朋友告诉周深 杨丽萍老师去动态下方评论了 但要从数十万的评论中找到杨丽萍老师的评论 恐怕周深把手机刷烂了都刷不出来 周深动用粉丝的力量 露出杨丽萍老师的评论 所以周深自己又给自己回了条评论 有了这条本尊的评论 粉丝们自然而然会去评论区找出杨丽萍老师的评论 然后点赞评论将杨丽萍老师的评论顶起来 正所谓众人食材火焰高 在群众的力量支持下 杨丽萍老师这条评论很快就找到了 当周深隔了一个小时之后会来检查作业时 杨丽萍老师的这条评论已经顶到了第二的位置 看上去就只是一条娱乐圈的叙事 很多人评论周深 让粉丝去找杨丽萍老师这件事情 看出了周深的身上多多少少有点喜剧细胞 但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既然朋友都告诉周深 杨丽萍老师去给他评论了 这种告诉的方式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直接截屏 然后把截屏转发给其他人 在手机不离声截屏成习惯的现代社会 周深大概率是看到了朋友发来的截屏 只是因为杨丽萍老师的评论 被粉丝的评论给淹没了 所以没有登上前排的位置 但杨丽萍可不是什么素人 他的昵称就叫杨丽萍 他的头像也是杨丽萍 点进去头像 还能看到身份认证的215万的粉丝 显然这就是杨丽萍老师的账号 并且两人这次还是一起参加的 你好星期六这档节目 两人还是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曲目 杨丽萍老师亲自给周深回复评论 竟然被周深热情的粉丝评论淹没了 或者说热度被粉丝挤下去了 这歌谁心里都不舒服 小把戏看出高情商 杨丽萍老师已经63岁了 周深才29岁 两人之间都已经是隔背了 就算周深现在是宏极一时 但在杨丽萍老师面前也算是晚辈 杨丽萍老师的评论 或许并没有完全被淹没了 毕竟比起素人粉丝们的评论 杨丽萍的账号权重摆在那里 杨丽萍三个字出现在评论区 就会吸引一大波的点赞 显然只是因为周深的粉丝太热情 在手机前几屏的页面 都被周深粉丝的高赞评论覆盖了 周深为了让粉丝把杨丽萍老师的评论顶上来 所以才故意玩了这么一出小把戏 说自己找不到杨丽萍老师的评论了 并且还刻意体现自己很忙 谢谢兄弟们 我先工作 从周深的这个举动就能看得出来 他内心是真的尊敬杨丽萍前辈 甚至自己的粉丝把杨丽萍的评论压下去了 他都会过意不去 或者说胆战心惊 毕竟如果将来有人拿这件事情舒适 说周深淡热度压过杨丽萍 恐怕周深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与其心惊胆战 不如提前防患于伟然 利用粉丝的力量把杨丽萍老师的评论顶起来 也能看得出来周深对前辈的尊敬 以及在娱乐圈谋生的谨慎 当然这一出小把戏也同时体现出了周深的高情商 周深并没有直接表达这件事 而是委婉地说自己找不到了 字里行间仿佛周深自己没有看到过杨丽萍老师的评论内容 只想看一看杨丽萍老师给自己的评论的什么 这样就会让观众觉得周深确实把杨丽萍老师当成一位尊敬的前辈 想热切地看看杨丽萍老师的指点 在娱乐圈谋生 周深拥有如此的高情商 加上他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 真的是不活都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订阅